最後還有很多,我想各位可以自己去想想看 剛剛的畫面也把它傳上去 主要就是在幾個畫面有變更的 應該有三個畫面才對 這邊落實一個 重點關鍵的地方 第一個 一定要改這個 這個是Input Type一定要改 因為如果Input Type,因為預設是Lumber 那你如果是關鍵字,一定要是Test 否則你連中文都不能輸入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在這個地方 當我們取得裡面的值本來是一個Long 把它改成一個Stream 讀進來,到Cursor,讓它去查詢 那第三個是那個Keyword 那個Keyword部分的話 重整一下,應該有三個畫面 那Keyword這個,其實這個也是一個關鍵 記得是Like,有沒有 這邊改Like,本來是等於 然後百分比 那主自傳的方法就是這樣 如果說你有多個條件查詢 你就是再自己再去下一個End 等等的 就是兩個條件的查詢 那我建議如果你還沒有把握之前 一定可以在那個 就是我剛剛給各位這個 上面去下條件 你比如說兩個條件啊 或者你多個欄位有沒有 你可以在這邊 跑得出來才OK 如果跑不出來的話 你後面就不用做了 先可以在這邊 下CQL部分去做查詢 那這個是剛剛講的那個 成語的那個變化 實際上Rong起來也OK 在手機上面 發現跑起來其實速度 只有開啟的速度很慢 之後查詢的速度飛跨 一下就結果就查出來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 assets的一個範例練習 所以在這邊 那assets的範例練習是這樣 我的需求很簡單 我們有一個檔案 假設在這裡 就是在 assets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建一個 叫assetsex的範例 這一個 那這個範例裡面的話 我們就是預設在這裡面 放一個檔案 是一個test file 那你可以放一個什麼 比如說成語好了 丟進去也沒關係 只是太大了 要等很多 要等一段時間 那打開來的話 實際上 它是一個unicode檔 不過特別注意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如果是在那個 文字檔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是從文字檔裡面 記得你另存新檔的時候 要務必要檢查一下 下面的編碼 因為預設它會用這個 ANSI 如果你把這個檔案放過來 是ANSI的話 很抱歉 一定是亂碼 一定要改成什麼呢 UTF8 這個非常的重要 不然的話 你亂碼 這個太常遇到 很多同學說 奇怪老師怎麼是亂碼 就這個編碼方式 如果你是用記事本來存檔的話 記得要把它存成UTF8 我這邊是簡單放了一個檔案進來 你就自己找一下 我抓一個東西 OK 那我們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非常簡單 在介面上面 打開來其實就一個 裡面一個什麼 記得是一個testview 那這個testview是什麼呢 當我開啟的時候 我就直接把資料 載到testview裡面就好了 所以執行起來給各位看 應該很快 那就會把這個testfile 載到這個裡面 載到這裡面 那載的方式的話呢 其實也非常簡單 不過這裡會用到Java的IO的那個 類別 裡面的話就是 把資料讀到這個我們的testview裡面 這邊執行一下 OK 把它丟過來 有沒有 丟過來 就這樣 就是把這個檔 那可以開檔的話 表示說 你們將來 如果有外部資料 有沒有 可以開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跟SQLite結合在一起 那至於怎麼結合 各位可以動動腦筋 反正就是 切字串嘛 切字串 所以你這個 那個Stream 裡面有很多 你要怎麼去切字串 找到關鍵字去切 一個一個切出來 再放到它應該放的欄位裡面去 OK 好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那這個範例 先等一下先 先把剛剛的東西 先final 就結束掉之後的話 再建一個叫 asset asset 然後呢 裡面的話 就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testview就可以了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